你好 我是中文冥想引导者雅蒂斯 目前在经营YouTube 冥想的频道 已经有超过千万次 每天有两万次的观看 很开心有这么多人 可以到雅蒂斯的频道 一起来练习 聆听跟冥想 那今天雅蒂斯很开心 来分享这本新书 雅蒂斯的十二堂爱自己冥想课 有一天有个网友 来到雅蒂斯的频道说 不知道如何爱自己 我想是因为这句话 那这个网友呢 跟当初的我一样 他们比较容易 想要把自己做到完美 想要做到更好 或是想要在这个世界上 受到认可跟欣赏 慢慢的呢 会发现自己 变得迷失 迷惘或是自卑 然后逐渐的开始讨厌自己 所以诞生的这本书 它是精选我频道当中呢 非常重要的 爱自己系列的冥想 加以重新编写 跟细腻的说明 希望可以带给这些 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心灵 然后陷入忧郁啊 压抑的一些人们之影 就是如果说 运动是针对身体的改善 那冥想呢 它就是针对脑部的运动 许多的科学家 医生 心理学家 他们都已经证实 就是冥想 它是真的可以带来 有效的身心转变 它可以调节你的内分泌系统啊 还有降低压力 恢复身体健康 帮助我们提高专注力 然后会有效的 降低我们焦虑的失眠 同时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幸福 这些感受都会升起来 那这些新闻啊 资料还有书籍 真的很多了 大家都可以自己搜寻 当我们在练习冥想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灵超联 进入到潜意识当中 与我们的内在重新沟通 建立一个新的方程式 也就是说 重新在我们的内在 创建一个更完整的自我 很多人呢 希望好好的爱自己 但是不懂得如何爱自己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我们脑海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这个脑海 却没有跟我们的心灵 重新做整合 所以冥想 它是可以建立脑海到心灵的 这样一条路 去整合我们自己 那这本书呢 它是一个冥想书 它是一本心灵超炼的手册 心灵超炼的书籍 书籍里面设计了 12个冥想课程 15个QA 那每一个冥想课程主题 对应到不同的身心状态 例如呢 你觉得情绪低潮混乱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翻开情绪冥想 来操练跟练习 帮助自己 那如果你想要活出富足跟喜悦 那么你也可以选择 翻开到感恩冥想练习的 那个主题来练习自己 那如果是失眠难以入睡 则可以使用身体扫描冥想 里面还有爱自己肯定居 内在小孩自我关爱冥想 有12个主题可以来帮助我们自己 那每一个冥想主题呢 冥想课就真的是像上课一样 姚迪斯是毫无保留的信念写下来 就好像我真的在跟你讲课一样 你为什么要上这堂课 这堂课里面的心灵疗愈的指引是什么 你可以获得什么 冥想的时间频率 还有你在冥想当中 事前的准备过程 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突发状况 然后你应该怎么去处理 然后我们的冥想步骤 还有重点整理 最后你需要记录下什么东西 当然如果你是新手需要冥想的音频 你可以透过里面的QR Code来延伸聆听 对于初学者也是非常好入手 那对于练习过的冥想的人呢 则会看见更多需要操练的冥想细节 还有心灵疗愈的内容 透过这些细腻的指引 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更好的自我操练你的心灵 重新整合 找到一个更完整更好的自己 雅蒂斯的十二堂爱自己冥想课呢 各大书店线上书局都有在卖 购书连结呢 会放在底下的简介当中 而如果你有买书可以at我 就能看到你的留言 或是来到我的频道当中留言 很想知道哪一段话呢 或是哪个冥想 你是最有共鸣的对你最有帮助 最后祝福你祝福大家 我是雅蒂斯 我的频道 我家真的会问我 你可是我家里的对你最有kon 我看你会像记归陈总练的东西 本彩还是一帮助 这种陈总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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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彈总归陈总彈雷杏